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陳一涵小姐 來 大發姐 嗨 大家好 大發在這支電影當中有的全新 妳要什麼叫我姐啊 差不多妳的姿勢 妳要聚如姐這樣直接衝到就大發姐 也對 也對 大發嬸 那麼大發嬸呢 因為這角色本身心機比較重 然後想比較多 然後比較 比較不相信人性跟愛情 跟我本人就是非常的相反 因為我是走一個陽光有氣質 然後非常相信愛情 然後每天充滿了活力的這種女孩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演技大考驗來的 演技大考驗 沒有 那個她自己的心靈 內心另一面 演技大考驗來的 但是真的付出很多 代價很大 比如說要去流放的時候 我們光看就覺得那天好冷 然後穿得那麼單薄 對不對 然後她還要下水 這應該真的是叫苦連天的一次合作吧 就也是被騙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原本那天要下水 我背骨都沒有帶啦 就是 就想說欸 怎麼回事 然後想說要下水 就想說這不是游泳情已經開完了嗎 結果呢 然後想說算了 遇水折發 就硬著頭皮就下去了 所以我就說遇水折發 以後要指定是熱水 因為冷水真的太冷了 太冷了 然後風又吹 那真的是海水 你想加熱都沒辦法 對不對 而且當時就旁邊很多小朋友 因為它是一個海水浴場 然後大家就是來旁邊玩 我就機會教育跟小朋友說 好好念書 不要跟姊姊一樣 好好念書 不要來演戲 是 太慘了 對 好好念書 講到有事 很有成就的 人家根本都念很多書啊 我也有 就是我意思是說 演戲有另外別的 她個人啊 你們的個人恩怨 你們自己解決 來 歡迎陳 演戲 女神 哈囉 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開心 看到這麼多的朋友 來到西門町這邊 是 然後很榮幸的 又一次可以參與台灣 這麼大製作的一部片 是 剛剛一看到前面那個表演啊 就是一整個覺得很感慨 就覺得 又想哭的感覺 因為 那時候也是在 呃 練水秀舞練了很久 然後呢 在麻祖也是穿了 哎呦 穿著薄紗 對 很單薄的衣服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到了 最熱的地方 在高雄 是 就穿了差不多五六層的衣服 在念汗 他忽然間又拍冬天的戲 在隔壁喔 對 然後裡面 裡面的戲裡面 我有馬蜂嘛 是 那剛剛好那時候 我有群馬症 啊 就又熱又不能抓 又生病 又不能抓 對 好辛苦喔 因為我想說 今天大家都要抱怨導演 對對對 就是一個批鬥大會來的 不好意思 要讓董事長看笑話了 我們演一圈比較三八一點啊 不好意思 尤其是這一位 給妳介紹一下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可是這件開玩笑 可是 大發 他叫大發啦 董事長 對對對 可是這部戲真的是 劇本非常非常的好 那時候是 看到南德台灣有一部 劇本是寫了 古裝戲十一年第一部 然後又聚集了 兩岸三地這麼優秀的語言 然後一聽到有 我菌露姐要加入 就是 心目中偶像可以一起演戲 然後馬上就答應了 哎呦 原來是這樣子的 然後整個合作的過程中 真的是一部非常用心製作的 是 沒錯 而且妳跟奕涵也是 既聽說之後 又再度的合體了 都是我們台灣的電影 非常好的組合 其實菌露姐 我們應該恭喜她 以前她演金雞 是演的一樓一封的妓女 現在是老闆娘的 妳先關了來了 哇 妳先關了 妳要高興 妳現在有一個季樓了嗎 當然 還不還啊 我本來叫導演 要拍一部時裝畫樣 對 就是真的金雞的下一篇 對不對 next 其實肯定有市場 很有市場 最紅的紅牌 多好 改成時裝版的 妳再來當老闆娘 對 然後妳要不要再跟任大 妳們兩個也很有戲 妳們兩個好有情 妳跟大哥 因為之前演過一部戲 但是我真的沒拍過一部電影 兩個女主角沒真戲 沒有什麼是非啊 對 妳跟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妳的觀察對不對 對啊 所以妳看妳就是不了解台灣 所以我本來以為是韓那樣 什麼 我們都寫在臉書上 我們不會公開在後台 我們演得很好 其實不可以 好啦 沒有啦 開完掉了 大家都 哈哈哈 沒感覺到 沒感覺到 不可 有